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种常见的连接形式 螺栓连接 由于螺栓分为普通螺栓和高强度螺栓 本讲中详细给大家介绍普通螺栓的连接 主要从种类与规格 螺栓的排列与构造要求 两个方面给大家来介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普通螺栓的种类及规格 一般的普通螺栓都是六角头型 代号为M 工程直径用小D来表示 在我们的建筑工程中的受力螺栓 一般用M16以上的螺栓型号 按其加工的精细程度和强度分为A、B、C三个级别 A、B级称为精致螺栓 性能等级为5.6或8.8级 其中5或8表示的是抗拉极限强度大于等于500或800兆帕 0.6或0.8表示趋墙比等于0.6或0.8 属于一类孔 精度较高 孔径与栓杆的直径相差在0.3到0.5毫米 C级粗质螺栓 性能等级为4.6或4.8级 其中的4与精致螺栓含义相同 表示的也是抗拉强度极限是大于等于400兆帕 0.6或0.8表示趋墙比等于0.6或0.8 二类孔 孔径与栓杆的直径相差1.0到1.5毫米 这两种普通螺栓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如下 A B级螺栓适用于连接部位需传递较较大的简历的重要结构的安装 C级螺栓适用于钢结构安装中的临时固定 第二 我们来看一下螺栓在构建中如何排列 一般分为两种并列和错列如图所示 并列的简单 整齐 紧凑 所用的连接板 尺寸小 但孔数量多 构建截面削弱大 错列的排列 不紧凑 所用连接板尺寸大 但构建截面削弱小 如何来进行排列呢 根据我们工程的需要进行选择 这里的几个距离名称是需要记住的 端距 边距及中距如图所示 这三个距离有规范要求 不可过大亦不可过小 具体要求无下 第一 受力要求 垂直受力方向 为了防止螺栓硬力集中相互影响 截面削弱过多而降低承载力 螺栓的边距和端距不能太小 顺利作用方向 为了防止板件被拉断或减坏 端距不能太小 对于受压构建 为防止连接板件发生骨区 中距不能太大 第二 构造要求 螺栓的边距和中距不于太大 以免板件间贴合不密 潮气倾入腐蚀钢材 第三 施工要求 为了便于扳手临颈螺母 螺栓中距不应小于三地铃 其中地铃为螺栓孔征 根据以上要求 规范给定了螺栓的容许间距 如下表所示 表中从边距 端距 位置和方向 最大容许距离 及最小容许距离 四个方面做了具体的数值规定 本讲关于普通螺栓的内容 到此结束 希望大家重点复习 螺栓的排列要求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